不用,不用,吴凡连连摆手道 他现在已经瞎了一只眼了 且百夫珠宝公司取消了他的分销商资格 所以胡适集团已经越来越不景气了 我们不急于收回来 再说了,我们也不至于去对付一个残疾人了吧 何况他只使冷忧做的这些事情 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 他到时候要付出代价的 那倒也是 林氏集团是我爸一手创立起来的 不能给胡晓英霸占过去了 所以拿回来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意义了 其实价值已经远不如桃源实业公司了 那就听你的吧 让他再蹦达一会 总有一天老天爷会收拾他的 林妙也是马上负荷无凡的话 所谓的负唱负随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只要不是大是大非 只要不是违背原则 那么不管是老公说的 还是老婆讲的 尽量地听从对方的就是了 男女平等 就是你敬重我 我爱护你 而不是像某些视频里 反映出来的极端女权主义 什么都是女人说了算 男人在家里没有一点地位 敬重是相互的 对老婆 先不管他了 只要我们注意一下 他就威胁不到我们的安全了 放心吧 睡觉 吴凡轻轻地拍了一下 林妙的大肚子 吴凡之所以不急于对胡小英下手 是因为他知道 如果真要下手的话 已经非常轻易了 以自己的能量 可以分分钟让胡小英彻底灭亡 反正总有一天 会让胡小英得到报应的 当初为了一千元钱 让自己跪了一个多小时 而且还把妈妈当成垃圾扫地出门 那时吴凡就发了事的 一定要让胡小英 也跪在自己面前求饶 顺势而为吧 不用急于一时 第二天 吴凡在早上的八点之前 就来到了公司 要参加公司的例会 在参加例会之前 他特意来到了电脑办公室 李大虎见他进来了 赶紧站了进来 揉了揉通红的眼睛 一脸憔悴地说道 哎呀 对不起啊 吴凡 我查了那么久 都没有找到胡小英 涉及冷忧案子的证据 看来他们平时 就已经极度小心了 没有在网络上 留下任何的痕迹 你一直在查 吴凡看着李大虎 有些惊讶地问道 是的 除了白天有事坐实 我都在查 而且晚上也没有睡 一直在查 但是这一次真的帮不上忙了 做的是无用功 李大虎似乎还有一点愧疚的表情 吴凡非常感激 在他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说道 大虎 太感谢你了 你辛苦了 虽然没有查到证据 但是 你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真的谢谢你 至于没有查到证据 那不是你没有用功 不是你的黑客技术不行 而是他们早就提放了 根本不上网 不在电脑手机上记录这些 自然就没有痕迹 所以你也不用好像愧疚 这是天意 嘿嘿 要做一件事情 却没有做成 终究还是心里有一些不舒服 吴凡 你能理解就好 李大虎苦笑道 好了 当然能理解 那就暂时不要再查了 安心工作 好好休息 一切都是天意 吴凡却为了几句 然后也就告辞离开了 出来后 他就来到了公司的会议室 离开会的时间还有几分钟 但是大部分的经理都已经到了 正在和旁边的人聊着天 看见吴凡走进来了 大家有一些意外 赶紧停止了议论 靠近门口的几个人 就和他打了一个招呼 他们都知道 只要是吴凡来参加早会 一定是有重大的事情要商量了 所以都非常好奇 在等着会议召开 范水冰准时走进了会场 看见吴凡时朝他淡然地笑了笑 他非常干脆地走上了主讲台 开门见山地说道 各位 今天吴凡也来参加了会议 是因为有一个重大的选项要和大家考虑 昨天在我们参加天水县人民医院 化归桃源医院的仪式回来时 省里的三把手 也就以前的天水县头号人物 打了电话给吴凡 他说现在全省的公立医院 都和天水县人民医院一样 面临着没有病人上门的萧条场景 医护人员都非常苦闷 有禁无处使 而各地的桃源医院又是人满为患 病人等的时候时间长 看病的时间短 所以他就是希望我们采取天水县人民医院这种模式 接管各地的公立医院 天水人民医院的模式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主名不便 但是后面加注桃源分院几个字 人员和运作都有桃源总院管理 现在就请大家讨论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再汇总大家的意见 现在开始吧 有想说的就大声地说 范水滨说完就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听了他的话 大家还是有一些惊愕 真没有想到 那些以前最多人的公立医院竟然也出现了这种场面 大家之前也没有心理准备 所以一时之间都不好发表意见 就不约而同地看向了桃源医院的院长蒋天国 毕竟桃源医院各分院都是归总院管理 蒋天国是事实似的所有分院老板 蒋天国也是当仁不让 说道 范总 吴凡 我觉得吧 可以 因为很多的分院 都向我反映过 就是每天来的病人太多了 虽然我们的药很神奇 医生的医术也明显有了提高 病人可以很快得到好的治疗 但是吧 病人太多了 还是很拥挤 而且医护人员也比较忙 人吧 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 太劳累了 脑子就会不清醒 有时候明明可以掌握的病情 结果一时糊涂也搞不清了 这和我们公司轻松工作 快乐拿高薪的企业文化有备 还有呢 就是病人的体验感也不好 虽然花的钱少了 病也能治好 但是等的过程太痛苦了 要知道 以前有这么多的公立医院 还有一些别的民营医院 一般医院都是非常多的人 自从我们接管牛逼医院改成桃园分院后 病人基本上不再去那些医院了 而那些医院平时可是分流了绝大部分病人 也就是说我们桃园分院的规模 可能占所有医院的10% 但是我们现在 却接收了原来病人的90% 那自然会造成拥挤和医护人员的负担加重 所以我是同意接收那些公立医院的 这样到时候我们能就用80%的医院场所去接收 90%的病人就能游刃有余 蒋天国说完之后 看了一眼大家 意思是 我说的就这些 就看你们的意见吧 赵永乐接着说道 我同意蒋院长的意见 因为我在市里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和老同事的 他们也知道桃园医院医术好 自治要神奇 什么病都能治好 所以都不去其他的医院了 只认准桃园分院 但是他们都反映过 说桃园分院每天人山人海的 看一个病太难了 曾经还有关系好的人说 我是桃园养老中心的经理 说我老婆是桃园旅游公司的经理 让我开一个后门 通知那边医院 让他们优先看病 我当然不会答应 但是这也说明 大量的病人放弃别的医院 而挤到桃园分院来 确实是一个问题 应该要解决 现在那些其他的医院主动提出 要合并到我们桃园医院来 所以我觉得 只要还有一点钱赚 那就接受吧 一是分留病人 二是让那些医护人员也有收入 三是公司也能多赚一点钱 薄利多销吧 我们是薄利医院 但只要有有传 据少成多 还是不错的 赵永乐说完后 别的人一时之间都没有接话 显然还在思考 当然了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赵永乐和蒋天国说的话 就是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别人已经说了 自己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大家心里有想说的就尽情地说 在讨论阶段 说什么话都没问题啊 我们是真正的民主 不是那种一言堂的假民主 不用看谁的脸色说话 不用按事先定下来的说 有什么就说 畅所欲言 说真心话 饭水冰喝了一口桃园茶 见大家不说话 又笑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他知道 只有这样 别人才敢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否则如果说的话 和吴凡及饭水冰的想法不一样 会不会被他们嫌弃呢 我也觉得可以 农民互助会的常务副会长贺小龙说道 吴凡创办桃园实业公司的初衷 就是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而身体是一切的本钱 没有身体 哪怕家财万贯也不会有幸福而言 所以公司在医疗方面的投入比较大 首先就建了桃园医院 现在 我们还实施了医疗免费 就是会员看病是免费的 有报销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整合全省的医院呢 这样就可以充分地保证会员从容地看病 并且享受到免费 而因为医院就是我们的 我们也不会因为要报销会员的医疗费用 而被别的医院割了韭菜 这算不算是两全其美呢 听了贺小龙的话 大家都连连点头 没错呀 现在农民互助会员看病都是报销医药费的 就是个人不用掏钱 由互助会全额报销 但是这些人如果是去别的医院看病 那些医院可能就会多收他的钱 吃亏的就是桃园实业公司而已 如果所有的医院都是桃园系的 自然就不存在自己骗自己钱这回事了 大家又继续讨论了几分钟 后来 见大家又不作声了 吴凡就扫视了大家一眼 然后看向李小玲 问道 小玲 你看了桃园医院的账目吧 上个月各个分院的情况怎么样 看过了 78家桃园分院 上个月赚钱最多的是省城分院 赚了一个亿 赚的少的是零水线的 只赚了30万 所有的桃园分院整月的纯利是20个亿 总体上来说 还是收入很高的 我分析得出的结论 就是我们单个的病人 赚的钱少 但是来看病的人多 所以整体上还是赚的李小玲显然对数据非常在心 所以马上就回答出来了 这可能就是病人都集中在了桃园分院的原因 如果我们接收了其他的公立医院 相信病人也就分流了 每个分院接收的病人少 收入也就不会有那么高了 但是病人总体上还是应该保持平衡 所以我们也应该总体上保持不亏的状态 是不是这样的 吴凡说着又看了一眼 大家 没错 黄晓芬这个管证券投资的副总经理说到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吴凡你说的这个理论是成立的 既然上个月有钱赚 是因为垄断了湖广省所有的病人 那么我们接收了别的公立医院 病人也就分散 但还是湖广省所有的病人 所以总量是不变的 也就不会亏本 你们大家还有别的意见吗 吴凡又扫视了一眼别人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 就是应该接手这些医院 把我们桃园医院做墙做大 药材公司的经理文明 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其他的人没有说话 但是都在不停地点头 显然都负荷 范水斌看了一眼吴凡 见吴凡点头后就说道 现在表决一下 反对我们接收公立医院的举手 记住是反对的举手 有的话就举手啊 过了一分钟 会场上也没有一个人举手 范水斌于是说道 那行就形成了决议 我们桃园医院 接收全省各地的公立医院 这件事还是由桃园医院总院的院长 蒋天国负责 就把桃园医院整合成全国最大的一家医院吧 具体的运作 蒋院长 你去规划 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 需要配合的就找许书和小林等 总的原则就是 各个公立医院接收过来后 就是按照我们现有的桃园分院制度运行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蒋天国非常坚定地答道 我们其他的桃园分院已经运行那么久了 我已经有了相当充足的经验 而这些公立医院 本身也是有医护人员的 我们只要组织他们培训一下 然后把医院里面做一些装修改动 就可以了 天于人力方面 现在蔡主任直接负责我们的所需要人员 她以前可是省理管人士的 所以要什么样的人才都能搞得到 而至于财力方面 我们桃园医院也是独立财务的 我们的盈利就足够我们去运营这些分院 以后也能保持小赚 所以不成问题 听了蒋天国如此自信地回答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明显的一脸笑容 范水斌也非常开心 说道 那行 曼玉姐 你和蒋院长他们配合一下 争取在一个星期之内 把所有公立医院的合作法律手续办好 蒋院长就组织培训和医院整改 翠花嫂子就抓紧生产各种病症的特效药 我们争取在十天后 也就是6月22日左右 所有的公立医院改桃园分院 然后正式接诊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被点名的几个人一口同声 非常坚定地答道 见大家已经谈妥了 吴凡站了起来 笑着说道 蒋兄 湖广省所有的公立医院 都改为桃园分院之后 桃园医院就成了全国最大的一家医院 医护人员最多 病房最多 病人肯定也是最多的 你的压力很大 需要什么帮助的话 及时找我和冰冰姐啊 放心吧 吴凡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有你们的大力支持 有桃园制药公司生产的特效药 还有你家姐妹生产的远程治疗仪 我相信我们的桃园各分院一定会顺利的 蒋天国依然非常自信 好 那你们继续其他的内容 我就先撤了 吴凡说完朝大家挥了挥手 就离开了会议室 吴凡走出会议室之后 马上就拨打了三号人物的电话 怎么样 吴凡 商量好了没有 电话接通后 对方有一些迫不及待的问道 显然已经猜到了 吴凡打电话来的原因了 商量好了 吴凡直接说道 我们开会讨论后决定了 同意接收各地的公立医院 并且按照其他的桃园分院的模式经营 确保这些医院的公益属性 只会增强而不会减弱 这点你们放心 哈哈 太好了 吴凡 太好了 谢谢你呀 那边的三号人物 听了之后非常激动 只要你们答应了 我们就非常高兴 因为你们桃园分院 已经比我们公立医院更加医术高超 且收费低廉 你们能答应 那就是百姓的福气 我代表所有的湖广省百姓感谢你们 不用客气 我们这一次的行动 由桃园总院的院长蒋天国负责 他会联系公司 法务 财务等部门通力合作来办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的人就直接和蒋天国联系 双方协商具体的流程和手续吧 我的意思是 要速战速决 争取十天后 即6月22日就正式换牌接诊 怎么样 吴凡继续说明 太好了 吴凡 你们桃园实业公司就是效率高 让我们真的是汗颜 如果是以前办这种整合的大事 少则半年 多则几年 而你们的要求是十天 我非常欣慰 也感觉到有压力 好吧 我马上向一号报告 然后组织人马到桃园村来 和蒋天国他们谈好细节 然后办好手续 走完流程 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 那边的三号人物非常激动 声音都有一些飘的说道 可以 那就这样说定了 没别的事情了 再见 嗯 再见 谢谢 吴凡挂了电话后 马上就打了何嫦娥的电话 让他带好东西到桃园医院来 现在已经是替那100个 接受再生玉树试验老人治疗的第6天了 吴凡当然要坚持 而且也想早日知道结果 知道桃园医院在做试验的人特别多 其中有不少的就是没有儿女的老人 所以都急于想知道结果 几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到桃园医院来问结果 因此早一点得出结论 也是对百姓的一个交代 就在医院门口等何嫦娥时 吴凡突然看见有不少的人往桃园体育馆那边奔跑过去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吴凡心里嘀咕了一句 一般情况下 不管是桃园村的村民 还是来这里玩的游客 都会被这里山清水秀的环境 和淳朴民风的感染 不急不躁 悠闲自得的游山玩水 怎么会如此紧张呢 师傅 师傅 在看什么 发呆呀 何嫦娥走到附近 见吴凡似乎还没有发现自己 而是眼勾勾地看着体育馆的方向 就主动好奇地问了一句 哦 嫦娥姐 来了 你看 那边为什么那么多人跑过去呢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吴凡很自然地说道 不知道 反正我刚下来的时候 因为四合院那里高 路上就能看见体育馆 我也是看见那边 似乎聚焦了很多人 不知道在干什么 何嫦娥也是秀眉微皱地说道 吴凡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然后说道 离约好看病的时间 还有半个小时左右 要么我们过去看看吧 既然是在桃园村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吴凡自然要去搞清楚 虽然到现在也没有人打电话通知他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既然自己看见了 还是先去了解一下吧 好呀 一切听你的 师父 何嫦娥笑嘻嘻地说道 于是 两个人就朝桃园体育广场走了过去 只见那边围了大约有几百个人 有村民 有公司员工 也有游客 因为围了个水泄不通 所以只能看见一个个点着脚 伸着脖子 努力想往前挤的背影 别的什么都看不见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吴凡走过去 问到一个村民 哦 来了十几个凶神恶煞的人 说是要找陈明他们较量 陈明他们正在交成人习武呢 被迫中断了 不过我也看不见 不知道里面究竟怎么了 吴凡 你来了就太好了 赶紧进去看看吧 那个村民一脸惊喜地看着吴凡 显然 他刚才是在担心有人来搞事 怕陈明他们应付不了 导致习武的村民和员工及游客都被打了 吴凡点了头 然后说道 麻烦大家让一下 让一下 那些人回头一看 见是吴凡和仙女般的何嫦娥 顿时神色大喜 仿佛受欺负的孩子看见了家长一样 马上用力往后退 撑开一条路让吴凡两个过去 在吴凡和何嫦娥过去后 马上就又围了个水泄不通 吴凡和何嫦娥很快就来到了中间 看见眼前的场景时 吴凡忍不住就有杀气生腾 只见在中间 有十几个大汉 正在纠缠陈明和几个兄弟 陈明他们几个似乎在和他们理论 在对方推嗓时 也没有动手 保持着冷静 特别是有一个大汉 竟然揪着陈明的衣领 让吴凡更加愤怒 好在 在吴凡过去时 那个大汉松开了手 吴凡来了 吴凡来了 当看见吴凡和何嫦娥走过时 陈明几个天地会的后人 特别激动地打招呼 怎么回事 他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干扰你们教学武术 吴凡非常直接地问道 一边瞪着那十几个大汉 在陈明几个人身后 就是几十个要学武的人 见吴凡发问 他们气愤地喊了起来 吴凡 我们正在练武呢 这十几个人就冲了过来 说陈明他们是误人子弟 说他们的功夫是花拳绣腿 要和他们打架 是啊 这些人太粗鲁了 陈明不想和他们计较 这些混蛋就围住了他们 在我们要说话时 他们竟然还动手打了我们 吴凡 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他们 太可恶了 吴凡听了这后 大致明白了 这些人是来挑衅的 且已经有村民被打了 赶到桃源村来殴打村民 这是找死 吴凡虽然心地善良 但是绝对不会容忍 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他伸出手指 指着对方的人说道 你们今天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到这里来 为什么要对我们的村民 和他们几个武术教练动手 哈哈 对方有十五个人 个个都是一脸凶相 太阳穴凸起 看上去功夫是不错 其中一个脸上有刀疤的人 应该是为首的 听了吴凡的话后哈哈大笑 笑你妈呀 我师父跟你说话 能不能严肃一点 何嫦娥见对方 在吴凡面前如此态度 非常生气 马上就喊了一句 臭娘们 敢骂我们 赵死 刀疤脸 旁边一个大汉 见何嫦娥一个女人 敢骂人 似乎是恼羞成怒 大叫一声后 直接就一掌 朝何嫦娥脸上扇了过来 找死 看见他们 当着无凡的面感 对何嫦娥 沉迷大怒 身形一闪 瞬间上前 然后一把揪住 那个大汉的手腕 用力一捏 咔嚓 一声 那个大汉的手腕 就应声而断 之前大汉揪他一领时 他都没有动怒 但此时此刻 对方要打低 可是无凡的徒弟 他当然不能再束手束脚 你 你 你真的这么厉害 刀疤脸大汉 似乎不敢相信 眼前所见的 瞪大眼睛问道 我警告你 你们之前挑衅我们 我们考虑到 你们到桃园村来 多少算是客人 所以并不想 对你们动手 你们殴打我的学员 我也忍了 但是你现在 还敢当成 无凡的面打一个女人 我们这些安保人员 自然不会再放过你们 如果识相的话 现在赶紧离开 陈明指着 他们说了一句 到底怎么回事 无凡伸手示意 陈明退后 再次问道 刚才 他是要问 那个刀疤脸的 其料他的人 竟然要打合嫦娥 结果还是 没有问出一个 所以然来 他们上来就说 我们是花拳绣腿 是江湖骗子 我们就说 这是免费的武术培训 且我们有真功夫 他们就说 有本事跟他们 比试一场 他还对这些 接受训练的人说 他们是瓦岗武校的 瓦岗武校你知道吧 我反正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陈明就向 吴凡做说明 他和兄弟姐妹 才从桃园地下村 出来没多久 对于社会上的事情 自然是知道的不多 根本没有听说过 什么瓦岗武校 没想到 这又惹怒了对方 那个刀疤脸 怒气冲冲地喊道 我去你妈的 都是些什么人呀 还假装有功夫 来教学徒 连瓦岗武校都没有听说过 那是全国最出名的 武术培训学校 几乎每个想学武的人 都是找我们瓦岗武校的 你妈妈的在这里坑蒙拐骗 让很多的游客 都到你们这里来学武 搞得我们这段时间 报名的人少了很多 所以我们前来打假 听了他的话 吴凡算是明白了 瓦岗武校 确实是名震一时 都是因为当年拍了一个 叫瓦岗寺的电影 里面的僧人 各个都是功夫高手 且都是侠义心肠 承恶扬善 深受观众喜欢 也就掀起了一股习武热潮 出了名后 很多的人慕名来到了瓦岗寺 想求得和尚师傅的亲自教授 因为人越来越多 寺里的住持 专门开辟了一个地方 派武僧教授功夫 因为人越来多 且有专门的人管理 瓦岗武校也就应生而起 当然 那个时候的瓦岗武校 确实是一心一意 为了让百姓习武健身 甚至可以说是防身 所以都不收学费 只是要学员自己解决吃住问题而已 当年 也确实出了一些 学到真功夫的学员 后来在各种国际武术比赛中 都拿到了名次 真正的为国争光了 只是后来进入了经济社会 一切以金钱为上 瓦岗寺的方丈也落了俗套 一门心思想着赚钱 于是大量地挂着瓦岗 武校牌子的武校 拔地而起 而事实上 很多的武校都不是由瓦岗寺的武僧教武了 而是交钱给瓦岗寺 所谓的加盟费 挂一个瓦岗武校的牌子而已 事实上 教授的功夫和瓦岗功夫 已经没有了什么关系 于是 吴凡义正词严地说道 如果是正宗的瓦岗武校 自然不会在乎名利 也不会因为别人不去那里交钱习武 而迁怒别人 更加不可能上门找事 我看你们就是冒牌货而已 一脸凶相 哪有什么僧人的慈悲 如果你们能向我们被打敌 百姓道歉 并做出赔偿 今天这事就算了 我让你们离开 吴凡也是不想在桃园村惹出血案 因为以自己的手法 要杀了他们几个人真是太容易了 所以就好言相劝 只是怎么都没有想到 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那个刀疤脸哈哈大笑道 大个子 不要以为你长得高大就可以大眼不惭 我们是冒牌的 到底谁是冒牌的 这样吧 我们单打独斗 让你们这些所谓的武术教练 和我们的兄弟一对打 看一下谁打得过谁 习武本是为了强身健体 偶尔有力防卫 并不是为了逞强投胜 我们无意和你争一个高低 你只要向我们的村民道歉 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离去 何必再生是非 无反本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想法 强忍愤怒 继续劝说 哈哈 怕打不过呀 说实话 我就是讨厌你们这些人呀 欺负山里人 只会花拳袖腿 却大言不惭地来 都别人武术 那是真正的误人子弟呀 这样吧 你今天答应也要打 不答应我们也会打 所以 我看还是文头 一对一地打 等我的兄弟打完了 看哪边胜出 怎么样 敢吗 刀疤脸无视无反的好言相劝 继续咄咄逼人地瞪着他 可以 无反这一次没有任何犹豫 冷冷地说道 这是你们自找的 忍无可忍 就无需再忍了 哈哈 好 对了 打书的一方要跪在地下叫爷爷 然后从对方胯下钻过去呦 刀疤脸非常得意地大叫道 他旁边的那十几个兄弟 也是一脸胜券在握的得意大笑 大哥 我来 陈明这边 一个女天地会后人显然已经忍不住了 主动上前要站第一回 陈明点了点头 显然也是对他有信心 不过刀疤脸却大笑道 不行 不行 这么漂亮的女人 我们才舍不得打 留着晚上给我们那啥吧 哈哈 哈哈 他的那些兄弟也是非常嚣张的大笑 完全不把这个女天地会后人放在眼里 到底谁上 有种就快点上 别在这里废话 女天地会后人信眼圆征 显然已经被激怒了 其实之前这些人挑事时 几个兄弟姐妹就要动手教训了 但是陈明知道吴凡为人低调 且一般不愿意逃原村出什么事情 所以才把兄弟姐妹劝住的 你去 记住要怜香惜玉啊 不能真打 顺带摸两下还是可以的 刀疤脸有一些不屑地对一个兄弟说了一句 显然这个兄弟可能是他们之中功夫最弱的 他认为对付一个女人 派最差的人上都是对自己的羞辱 好 看上去挺饱满的 我来试一下手感怎么样 那个被点名的兄弟 一脸邪恶地走过来 一边说着一边就朝这个女天地会后人心脏部位 伸出了手 啪啪 让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 突然那个女人闪电般地出手 狠狠地在她脸上扇了两巴掌 什么 什么 那个人似乎呆了 站在那里 手也没有收回去 一脸的震惊 显然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都没有看见这个女人出手呀 怎么就打了自己两巴掌 妈的 自己还认为他手无腹肌之力呢 竟然如此快准狠 太不可思议了吧 不仅是他 就是旁边的刀疤脸等兄弟也是一脸惊恶 显然女人的身手 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半天都爬不起来 他的那些兄弟也只是呆呆地看着他 显然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我的天呀 自己的兄弟怎么这也算是功夫高手 一般的大汉 没有十几二十个都不要想打赢他 结果在这个女人面前 竟然一招都没有出 就已经倒地不起了 这也太恐怖了吧 还是那个刀疤脸反应快一点 他脸色一沉 对身边的一个光头说道 你上去 不要再怜香惜玉 不要再轻敌 把他打个半死再说 是 师兄 那个光头应了一声 就朝之前那个女的冲了过去 不过就在这时 一名身边的一个兄弟快速上前一步 把那个女的拉到自己身后 笑道 不是一对一吗 让我来迎战你吧 那个光头愣了一下 显然他是想教训女的 但是考虑到刚才的比武规则是一个对一个 所以也不好再发作 刚才他们已经输了一局 现在是要搬回来的时候 所以他二话不说 上来就是一记重拳 指导天帝会兄弟的心窝 天帝会的兄弟见他这一拳 有如炮弹呼啸而来 夹带着阵阵风声 就知道来者不善 如果被他打中了 可能会有如被开杯裂时 于是他身体往后攻 同时双脚掌往前压 人就搜的一声 往后退了几步 避开一拳后 对方又猛冲过来 朝着立足未稳的这个兄弟 猛的一脚踹了过来 这一次这个天帝会的兄弟没有再退缩 而是身体往左扭了一下 轰大汉的脚从他的身体左侧踢了过去 要是他侧转慢一点 必定要被踢中 身体可能就会散架 巴达天帝会后人在避开一脚的同时 左手猛地扣在了大汉的脚踝上 利用惯性猛地往前面拉了一下 而几乎在同时 他伸出右腿猛地踹在了大汉站着的那腿上 因此两条腿分别往两个方向猛地张开 顿时就传出来一道咔嚓咔嚓的声音 紧接着大汉的身体轰然落地 哎呦哎呦 他捂着两腿的地方 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声来 旁边的人都明显地看见 他的裤子居中撕裂 从中有鲜红的血骨鼓涌出来 只要是一个人都能明白 他这是被居中撕裂开来了 至少下面部位是被撕裂的 那地方可是最脆弱的位置呀 被硬生生地撕开 不痛才怪呢 看着光头兄弟也只是战斗了几个回合 就如此惨烈地倒地 那个刀疤脸和兄弟们似乎更加震惊 一个个张大嘴 倒吸着冷气 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见鬼了吗 小山村里的人真的那么能打 有两个兄弟赶紧去查看光头的伤势 另一个兄弟在刀疤脸身边 小声地在他耳边说道 师兄 情况不对劲呀 这些香巴佬似乎真有功夫 可能还在我们这些瓦岗五孝之上 如何是好 啪 刀疤脸毫不留情地甩手 就是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 怒斥道 这两个兄弟平时沉眠酒色 身体都掏空了 哪能代表我们挖杠五孙的真正功夫呢 你上 啊 我 我上 那个大汉显然有一些害怕了 你难道 久久不敢往前冲 上 我就不相信他们都那么厉害 刀疤脸又催促了一次 好吧 那个人只好硬着头皮 装出非常牛逼的样子大叫道 我来也 谁敢迎战 陈明朝另一个兄弟眨了一下眼 那兄弟马上冲了过去 很快 两个人就缠斗在一起了 这一次 双方你来我往的 打投了几十个回合还没有分胜负 吴凡按叫不好 对方还是有真功夫的 这一次派出的人就有两下子 只怕陈明的兄弟还要吃亏 于是吴凡适时走了过去 大叫道 停 停 陈明的兄弟自然会听吴凡的 马上就往后面跳开 在那里微微喘气 而刀疤脸的那个兄弟 似乎也是求之不得 想着趁自己还没有受伤 赶紧结束战斗吧 否则等受伤了 想结束都太迟了 所以他也是非常听话 瞬间就往后退了几步 为什么叫停 这太不公平了吧 我的人占了上风 你就叫停 刀疤脸 马上提出了质疑 不行 一定要分出胜负 你还要打吗 没看见你一个兄弟肚子痛得要死 一个下面都裂开了 再打下去会伤得更加惨的 你就不为你的兄弟着想 吴凡瞪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道 刀疤脸却依然咆哮道 我去 你们一开始就派出最厉害的人 而我是派出差劲的 所以看上去我先输了 但是我的实力在后面呢 继续打 我们一定会赢 你们这些香罢了 虽然功夫有一点出乎我的预料 但终究还是不入我们法眼的 我也要把你们一个个打残 吴凡有些惋惜地摇了摇头 说道 我不忍心看着你的兄弟受伤 这样吧 你觉得人们这里谁最厉害 让他和我打 只要能打中我一拳 就算你们赢了 怎么样 优惑 那么嚣张吗 刀疤脸盯着吴凡看了又看 有一些不屑地说道 你也就是比我们高十几厘米而已 这样吧 也不要我说欺负你 我就不谦让了 派我的大师弟跟你比划一下 说完 他朝身边的一个长头发的薛瘦男子使了一个颜色 请 那销瘦男人右手一挥 做了一个手势 同时摆开了攻击的姿势 自作念 不可活 吴凡一边说着一边记出了双掌 嘿嘿 对方冷笑着 也同样猛出掌 直接和吴凡双手对接 他心里想到了 自己内力如此充沛 只要双掌接触 就必然能马上对方震飞 啊 啊 只是 让他无比震惊的是 当他明明感觉到双手还没有对上时 却有一股强劲的无形力道 猛地朝自己扑压而来 没有搞明白时 身体就凌空飞起 发出了惊恐的尖叫声 轰隆 一声落地后 这个消瘦男人一边惨叫 一边不停地翻滚 双手狠狠地揪着自己胸口的衣服 表情相当地痛苦 吴凡用了一招隔山打牛 没有接触 却把强劲的力道拍在了对方的身上 那五成功力的劲道 像是一棒重锤砸在了他的身上 让他身上的骨头器官都炸裂一味 所以此时此刻的他感觉到 里面是翻江倒海 仿佛有人提着里面的器官在乱摇 痛得真是生不如死呀 上 上 全部给我一起上 刀疤脸见吴凡出手 都没有直接接触 就把自己最得意的师弟都干翻了 大怒 也忘记了刚才说的一对一 对兄弟们吼了一句 大手一挥 自己率先朝吴凡扑了过来 他想过了 今天这事确实有一些诡异 怎么对方会如此神勇呢 实在是太出乎意料了 再一个一个地打下去 自己这边士气就会耗光了 所以哪怕是胜之不武 也要先胜了再说 陈明和手下的兄弟们 见对方清朝出动 也不再客气 同时扑了过去 砰 砰 吴凡没有给陈明他们太多教训敌人的机会 因为担心他们吃亏 所以主动抢先出击 一拳一个 一脚一条 只是十几秒钟的时间 就把对方十几个人悉数打倒在地 我的天呀 陈明他人们在后面还没有出手 战争就结束了 他们一个个都有一些目瞪口呆 真的没有想到 吴凡的功夫原来那么好 之前只知道他的身手 比债主陈月娇好 比雷神也要好 可真没想到 竟然诡异到了如此的地步 当然了 刀疤脸他们就更加震惊 他们倒在地下后 一时之间都没有想过要爬起来 显然他们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自己是谁 现在在哪里 为什么会躺在地上 噼里啪啦 噼里啪啦 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看见自己的人 把后蛮无礼的对方教育得得此酣畅淋漓 大家又怎么会不高兴呢 还要再打吗 吴凡上前 一只脚踩在刀疤脸的脸上 冷笑着说道 起来吧 接着再打 不 不打了 大爷 不打了 你们厉害 厉害 我们服了 不打了 刀疤脸应该是回过神来了 赶紧一副可怜象地哀求道 就不打了 你们瓦岗武校的人不是挺厉害的吗 怎么就倒下呢 我们都没有来得及看你们的表演 来吧 起来 再表演一下 吴凡勾勾了勾手指 啊 不 不 我们是浪得虚名 我们是交钱 就挂了瓦岗武校的牌子 我们又不是真正的瓦岗武僧 平时也就是赫赫别人 仗是欺人而已 搞搞花拳秀腿 倒是欺名 骗别人来学武 赚一点钱而已 不敢再表演了 刀疤脸几乎是哭了起来 这是因为吴凡一边说话 一边脚下用了一点力 把他脸的都踩扁了 让里面的骨头挤压 血脉流通不畅 所以极度的不舒服 他想挣扎着爬起来 但是脸就像是被钉在了水泥地上 一点都不能动 稍微用点力 就更加痛得不得了 他也不想哀求 想保持着原来那种虚假的霸气 但是像死狗一样了 还如何保持呢 吴凡笑了笑 拔踩着他脸的脚松开了 说道 你们现在算是认输了吗 输了 输了 刀八领 爬起坐在地上 吐了一口气 但还是痛得呲牙咧嘴地说道 好吧 你之前说过的 输了得要下跪 要叫爷爷 还要从对方的胯下钻过去 没有忘记吧 吴凡扫视了一眼那些瓦岗无效的人 不是他不善良 而是就要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啊 不要了吧 我们好歹也是江湖中人 门下徒弟众多 可谓是桃里满天下 要是传出去了多美面子呀 刀八脸一脸苦笑 面子 吴凡脸上浮现出一丝杀气 你殴打我们的村民 我们桃园村的面子哪去了 你既然挑衅天地会后人 天地会的面子哪去了 如果你不照着刚才说的去做 我会让你们不但面子没有 还会让你们的里子也四分五裂 你相信吗 还桃里满天下 我看是被你们骗了的人数不胜数吧 啊 刀八脸听了之后 神色大变 身体瑟瑟发抖 他现在已经明白了 这个大个子才是真正的王者 之前 那些武术教练 都是听他的 而且 对方还提到了天地会后人 难道这些武术教练 都是天地会的后人 终于 他脑海里灵光一闪 想起来了 曾经看了一个新闻 说是在桃园村 发现了一批 一直生活在山洞中的天地会后人 他们愿意担任村里的安保人员 并且兼任学校的武术教练 同时还免费培训村民 员工和游客 哎 看来 都怪自己一时糊涂呀 啊什么啊 给我机会 你要把握 否则我师父随时会改变主意的 何尝讹事实地说了一句 跪 刀八脸有一些绝望 且悲壮地叫了一句 然后他带头艰难地跪了下去 他的兄弟 被吴凡一对疾风暴雨般的暴打后 多多少少都已经挂彩 就想这样躺在地上 好好的休养一下 但是在听见了大师兄的命令后 却又不得不爬了起来 然后跪在了刀八脸的身边 就连那个被撕裂的兄弟 也在别人的搀扶下跪了下来 对不起 爷爷 对不起了 爷爷 一切都是我们的错 还请你原谅我们 刀八脸带着叫了起来 在他叫完后 身边的兄弟重复那一句话 哈哈 看着他们如此狼狈 叫这么多 比他们年轻人的人叫爷爷 四周的人都一阵哄笑 把他们的丑态拍下来 不要拍到我了 然后交给周沙姐 吴凡对旁边的何尝讹说了一句 然后就闪身退开了 这样一来 对方看上去 就是在向陈明及他身后的学员下跪 习武 是用来防身的 在有战事时 可以上阵杀敌 金钟报国 反清复明 怎么可以用来欺压平民百姓呢 你们这样做 还有一点江湖的道义吗 陈明指着他们 痛心疾首地说道 是 我们知道错了 以后会改 会改 绝对不再做恶事 刀疤脸宣誓般地说道 你说 为什么会到桃园村来 为什么会找我们挑衅 陈明继续问道 这一点 也是吴凡想要知道的 虽然之前听刀疤脸说了一些 但是不太完整 刀疤脸吞了一口口水 说道 哦 我们是瓦岗无效的 你们应该也看过了我们的广告 在全国各地都有广告 宣传能学到真功夫 能帮助戒掉网瘾等 因为那部 瓦岗四电影的原因 瓦岗无效的名气很大 但是因为只要交钱就能加盟 所以各地的瓦岗无效 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为了争生缘 所以我们用了各种手段 但是最近招的人明显少了很多 我们一打听 有不少的人都说 桃园村有免费的武术培训 而且似乎有真功夫 哪怕只是在那里学习一个星期 也比在瓦岗无效 学一年的东西还多 我们仔细地了解了 确实有不少的人 借着来桃园村游玩的机会 在这里学习武术 这不就是在断我们的财路吗 搞得我们声援骤将 我们当然非常生气 我是瓦岗无效南方的总负责人 就是南方吉省的瓦岗无效 受牌这些都归我管 等于我向瓦岗总部承包了的 招的学员越少 我的收入就越低 所以我就决定 带十几个兄弟过来看看 我一直都以为 你们这些山野之地 就算有一些有功夫的人 也不可能有我们厉害 甚至也像大部分瓦岗无效的教练一样 都是花拳绣腿片学员的钱而已 而我们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功夫的 虽然不能算是正宗的瓦岗武僧 但也学过一些瓦岗功夫 就想教训一下你们的教练 让你们以后不再开展武术培训 这样我们的学员才能增加 我们就能更好地收割韭菜 所以我们到了这里 就是仗势七人 不但阻止培训活动 还动手打人了 对不起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们都钻在前眼里了 目无法记 还请你们原谅 刀疤脸说完 又带着兄弟们朝臣名集后面的学员鞠躬 吴凡算是听明白了 原来对方就是怪桃源的免费武术培训 取得了成功 让去瓦岗武校上当受骗的人少了 所以就恼羞成怒 要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于是他说道 你们真是搞笑啊 挂一个牌子 就说自己是瓦岗功夫 吹久了后还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瓦岗武僧了 只是你们不想想 瓦岗武僧的出名 不仅仅是功夫厉害 且是行侠仗义 除暴安良 才令人心生敬佩 而你们呢 什么都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骗人钱财而已 如果你能辞去所谓的瓦岗武校南方承包人的名头 并且解散南方吉省的瓦岗武校 弃恶从善 我相信你还能有一个好结果 否则你要记住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终究不会有好下场的 好了 现在你就从他们胯下钻过去 这事就算完了 以后好自为之 吴凡说到这里时 指了一下陈明他们 陈明等人自然明白 马上站成了一个纵队 张开双脚成马步 形成了一个直排的胯下通道 好吧 刀疤脸 虽然心里有一万个草泥马在生腾 但是也不敢多说什么 而且想着就是陈明几个兄弟在那 眼睛一闭 很快就钻过去了 于是应了一声后 就带头朝陈明 他们的胯下爬了过去 因为陈明他们是蹲着马步的 所以 那个爬过去的脚洞宽度不成问题 但是高度有限 刀疤脸 等人又不敢触碰到他们的身体 所以只好趴在地上 四肢着地 慢慢地往前爬 陈明他们天地会后代 只有几个人在场 排成纵队也不过一两米的距离 所以他们相信 即使像蜗牛一样地爬 也用不了两分钟 就能完成这屈辱的一幕 只是 让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 越来越多的村民和游客 都自发地站在了武术教练的后面 他们也想教训一下这些恶徒 结果原来只是几个人形成的纵队 现在变成了长达几百米的一个队伍 我的天呀 怎么会这样 这根本是不讲舞得好不好 这完全出乎了刀疤脸他们的想象 心中暗自叫苦 但却不敢说半个不字 首先 是自己提出来输了的要下跪 要叫爷爷 还要钻块 只是没有说要多钻少人的跨而已 再说了 任何一个武术教练和他们单打独斗 他们都不是对手呢 何况还有一个单独一个人 就把自己十几个兄弟横扫的吴凡 站在旁边压阵 所以他们只好咬紧牙关 像是匍匐前进一样 拖着受伤的身体 艰难地在里面爬行 原来以为半分钟就能结束的报应 却整整花了一个小时才结束 当终于从队伍最后一个人的胯下钻出来后 刀疤脸直接瘫软在地 半天都爬不起来 其他的兄弟也是一样倒地下 大口的喘气 他们都感觉到了 刚才这一个小时真正的是生不如死 他们躺在地下时 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 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人好一点 虽然骗不来钱 但是也不会遭受这种报应呀 刀疤脸在回过神来后 挣扎着爬起来 眼睛搜索着吴凡 想问一下他 是不是可以了 只是他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开始钻跨之时 吴凡就已经和和嫦娥离开了 直接去了桃园医院 陈明见他在张望 就问道 你是在找我们的大哥吗 是的 我想问一下 他满意了吗 我们可以走了吗 刀疤脸如实说道 满意吗 陈明反问了一句 你认为他愿意看见你们得到报应吗 不 实话跟你说吧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一般都不会对别人怎么样 你们要是不殴打村民 要是不太猖狂了 他都不会为难你们的 看着你们下跪钻胯下 他有一些余心不忍 所以早就走了 他的目的只是要给你们一个深切的教训 知道要与人为善 不能仗势欺人 不能做恶事 否则总有一天会得到报应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了 你们回去后 好好治伤 伤好后不要再骗人了 如果真的有功夫 好好教别人 收费要合理 以后多行善 否则老天爷也会有放过你 你们好自为之 可以走了 听了陈明的话 那个刀疤脸的脸 一阵青一阵红 他似乎思考了片刻 然后说道 谢谢你们的教诲 经历了今天的事情 让我们知道了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也知道了人要低调 要多多行善 不能欺骗别人 所以你们放心吧 我回去后 就会公开瓦岗五校的秘密 让大家不要再上当去学校 学不到什么功夫的 只是被压榨钱财而已 总之 我和我这十几个兄弟以后 会退出瓦岗 从此不再过问江湖之事 找一份工作 安心做好本职 有时间的时候多多行善 以弥补曾经犯下的罪恶 谢谢你们 我们就走了 说完 他朝陈明等人深深鞠躬 然后相互搀扶着 离开了体育广场 朝他们停着的车走去 在路上 他们见身边 没有了人 一个个表情痛苦 非常懊恼 其中一个人说道 大师兄 真没有想到 桃园村真是一个 藏龙卧虎的地方呀 我以前非常自信 认为自己的功夫 真的非常好 可是刚才 看见那些武术教练 出手一招制敌 特别是那个 他们叫大哥的大哥子 一个人在一眨眼 单就把我们都打倒在地 我才知道 原来真的是功夫无止境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是啊 刀疤脸也说道 我之前也是 怎么都不会想到 在一个这么偏僻的山村 怎么会真的有功夫的人 而且还不止一个 听说他们是天地会的后人 我才想起来 曾经看过一个新闻 说天地会当年 有一个 分支在桃园村地下山洞中 现在相信了 果然是名不虚传 厉害 大师兄 你真的回去 就要辞去瓦岗五孝 南方总代理吗 另一个兄弟 也是鼓起勇气问道 要是平时 他或许根本不敢这样说话 但是今天他似乎看出来了 大师兄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哦不 是像一个人了 以前根本就没有人性 没错 我要辞去这个总代理 并且也不再在瓦岗五孝当教练了 不然 骗人骗多了 自己倒以为真是武林高手了 其实我们的功夫也就是花脚猫而已 在真正的高手面前不堪一击 再说了 我答应过他们 不再作恶 不再坑骗别人的钱财 说什么是学武术 其实什么都学不到 这就是大恶 经历了这一次的事件 我算是明白了 人只有活得坦荡 才是真正的幸福 总之 回去后 我们就洗手不干了 你们大家的意见呢 刀疤脸说完就扫尸了一眼大家 或许真的应了一句话 有的人呀 你不打扶他 他就不会扶你 现在他们在桃园村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教训 马上就明白了做人的道理 于是 他们几乎是一口同声地说道 一切听大师兄的安排 从今往后 气恶从善 夹着尾巴做人 好 那我们再感谢一下桃园村的人 如果不是他们教育我们一顿 我们肯定还不会 幡然醒悟 也就会继续一条到黑下去 下场肯定会更加悲惨 刀疤脸说完 带头朝桃园体育馆鞠躬 然后才上车离去 周沙是桃园实业公司的新闻发言人 对于桃园村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自然也是马上跟进 他搜集了何长鹅拍的视频 还有围观的人拍的照片 采访了吴返等在现场的人员 制作了一条新闻 发送给了湖广省电视台 当天的晚间新闻 就播出了这一条重大新闻 标题就是 瓦岗五校南方负责人 在桃园村挑衅天地会后人 惨败后揭露瓦岗骗局 立誓重新做人 瓦岗五校 本身就已经是颇有争议 有人相信在里面能学到功夫 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拳打四方 成就一番霸业 宁愿花高价钱 也要把子弟送到那里去学武 而理智的家长则认为 瓦岗功夫确实不错 但是这么多的瓦岗五校 肯定有一些不可能是真传 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得到五僧去授课 而且只要把子弟送到瓦岗五校去培训的人 最终都会发现 确实是上当受骗了 这个瓦岗五校名气非常之大 所以有些人把能到这个地方去学武 作为炫耀的资本 尽管收费非常高 也会有很多人去 但是学了几年后才发现 教的无非就是一些花拳绣腿 甚至是广播体操 既然发现上当受骗了 就要维权 所以每年都有不少的人到桃圆五校 桃要一个说法 不能花费了那么多的钱 结果就什么都没有学会吧 不过 这是一个庞大的培训机构 百姓单独个人或者几个人一起和他斗 肯定是搞不赢的 加上又有瓦岗名头加持 受到地方保护等 所以尽管一直来投诉不断 五校却没有任何的影响 这一次 瓦岗五校南方吉省的负责人 当着镜头承认是骗术 而且还在桃圆村被如此教训 说明他们自己的功夫非常有限 又怎么能教会学员呢 肯定是立即引起了轰动 相关部门自然知道 这则新闻是哪里来的 于是马上派出调查组 进驻瓦岗五校调查 第三天就出来了调查结果 认定那个南方吉省总负责人 说的都属实 所以即刻关停瓦岗五校 同时 约谈瓦岗寺 要求他们回归宗教的本质 安心修佛 少参与经商 更加不能为了赚钱而没有底线 结果出来后 各地五校清退学员 退回学费 关门大吉 百姓奔走相告 大快人心 同时 因为这件事情也让更加多的人知道了 桃园村免费的武术培训 教练是有真功夫的 所以前来桃园旅游 并且参加武术培训的人也更加多了 这天晚上 吴凡在聚艺厅和大家聊起这件事情 也是非常高兴 何姐说道 这个瓦岗五校也是不做死就不会死了 赶到桃园村来挑衅 他们幸好没有碰见小雪和你家小三等 不然会更加惨 对了 吴凡 现在来旅游且学武的人 一下了增加了几倍 体育馆的广场都挤满人了 陈明他们有得忙了 是吧 那就辛苦你们了 一方面要让他们学到功夫 另一方面 就是要维护好现场的秩序 要保证游客的绝对安全 吴凡也是非常开心 你放心吧 刘姐安排了不少的治安人员 在那里直掰呢 而且陈明还专门派了四个兄弟担任现场安保 来学武的人肯定是不会搞事的 而要搞事的人肯定是少数 见有治安人员和安保人员 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何姐非常肯定地说道 好事 吴凡点点头说道 这些人如果只是来旅游的话 可能也就是一两个星期 而要学武的话 可能就要在这里 待上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 对于我们桃圆旅游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是的 饭水兵马上复合到 从桃圆网的旅游预定来看 预定时间在一个月的 比以前多了几倍 这些人就是一边旅游 一边接受武术培训 这一次挖岗无效的人来搞事 对我们来说却成了机遇 我们旅游收入可以翻一翻 好好 继续努力 吴凡朝几个人握了握拳头 见大家不谈这个话题了 张曼玉像是突然想起似的说道 对了 吴凡 明天我要去京城开会 有什么要替你带回来的吗 去京城开会 什么内容的呀 吴凡有一些好奇 之前没听你说过呀 哦 你这段时间太忙了 我和你见面的机会不多 有时候是没有机会说 有时候是我忘记了 已经通知我一个星期了 就是出轨罪出台一周年 相关部门搞了一个活动 邀请我们参加 听说还要我发言 要给我颁发一个勋章呢 张曼玉解释了一下 哦 出轨罪一年了 吴凡有一些惊讶 说道 时间过得好快呀 一眨眼间 出轨入行都一年了 是啊 一年了 自从有了出轨罪 几乎没有人敢出轨乱来了 也没有了全色交易 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合法婚姻得到了法律的保护 深受百姓欢迎 所以相关部门也想借这次活动 让出轨罪更加深入人心 张曼玉也有一些感慨 对 现在很少听到戴绿帽子的案子 以前呀 因为出轨的原因 而发生的凶杀案时不时的有报道 有男人因为老婆出轨了 当街把老婆的情夫砍死 有人开车撞死在外面偷情的狗男女 有人一怒之下灭了出轨对象的全家 真的 以前经常能看见报道 现在几乎没有了 旁边的何姐说道 张曼玉笑道 没错 自古奸情多人命 不幸问问西门庆 男人吧 有的自己也喜欢在外面乱搞 但是却又最忌讳自己的老婆和别的人乱搞 有一句话说得好 就是夺妻之恨 是父之仇 不共戴天 而以前出轨的人 是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的 如果发现老婆出轨 唯一能做的就是苦口婆心相劝 要是对方一意孤行 那就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彻底躺平 卑微屈辱地活着 另一种就是热血冲顶 手提砍刀 灭了对方 这是因为当时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来保护合法婚姻 即使对方公然出轨 当面乱搞 甚至都不能骂 不能抓奸 否则被追究责任的可能还是自己 因为你骂人打人都是违法的 而出轨似乎不违法 所以在以前 很多被逼急的男人 就只能提刀杀人了 反正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而有了出轨罪 只要出轨 至少都是三年有期徒刑起步 现在 只要发现有人出轨 人人可以出手 把他们扭送至安关 真正的像是过节老鼠 人人喊打 而且以前就算是报警了 治安人员也无计可施 现在的话 哪怕不是抓现行 只要有证据证明出轨 同样的可以直接抓人 然后三年有期徒刑起步 所以现在这个合法婚姻 真的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夫妻间的关系也更加正常了 毕竟以前是可以乱来的 就会动坏心思 反正家里没有快乐 就去外面找 而现在不敢去外面找了 所以就会试着去维护和改善家庭的关系 反而会珍惜对方了 所以 有了出轨罪 已经听不到有什么出轨了 真的好很多了 明天开会 我也会很多话要说 都是心里话 总之 有了出轨罪 社会和谐太多 吴凡朝张曼玉竖起大拇指 说道 这一切都是曼玉竭你的功劳 所以你去开会那是对你的奖励 我也要代表百姓感谢你呢 合法婚姻得到了保护 社会矛盾少了许多 有权的人也再不能用权力 去潜规则下属了 真的非常完美 这样吧 明天让小三开桃园飞船 送你去开会 哈哈 太好了 张曼玉笑道 我还说坐火车要那么久 坐飞机也够去安检排队呢 坐桃园飞船去就是再好不过了 谢谢你 吴凡 其实吧 这个出轨最能出台 你才是最初的推动者 而且也是因为你的态度 所以相关部门更加重视 要不然 光是我们这些法律工作者呼吁 也不可能那么快就制定了 哪里 我只是说说而已 你们是真正的推动 明天开会回来 我们再好好的奖励一下你 吴凡明确地说道 可以 对了 好像是明天下午两点钟开会 会有电视台现场直播 你们到时候盯着电视 看一下我的风采啊 张曼玉也半开起了玩笑 对于一般人来说 能在电台上露脸 确实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呢 好好 一定 一定准时收看 大家一起应到 第二天早上吃过饭后 你家小三开上桃园飞船 带上张曼玉往京城飞去 在桃园飞船上 还放有非常多的桃园特产 这是吴凡让张曼玉带去给林英的 林英在天保大学读书 因为她其实就是罗姨和秦淑花的亲生女儿 罗姨在农业部工作 秦淑花就是天保大学的老师 在京城有房子 所以林英是和父母及妹妹罗乐一家人住在一起的 因此 乌凡每一种的特产都准备了不少 以便让他们一家人吃个够 看见飞船离开后 乌凡就来到了桃园慈善会的办公室 其实也就是四合院里的一间屋子 平时 她都没有时间过问慈善会的事情 这时刚好有时间 又想起了这事 因此就自然地去看看 哟 吴凡 你来了 正在里面办公的胡姨花 似乎很惊喜地说道 有什么指示呀 他们平时都是生活在一起的 所以没有什么生疏感 自然知道吴凡是有事才来的 哦 姨花姐 慈善会现在怎么样呀 我老婆怀孕了 你一个人挺辛苦的吧 吴凡坐了下来 很随意地问道 胡姨花摆了摆手道 哪里 林妙还是每天会来上班的 而且萧萍也差不多每天都在这里 所以我们慈善会不累 我只是在这里运筹帷幄 一般的上门调查这些事情 都有萧不常安排各地残联去做了 现在吧 楚州市各县的残疾人都得到了照顾 阳光公司也在各县有了分公司 让那些还有劳动能力的人 有工作的机会 不过吧 整个楚州市 身体不便者不少 所以开支有一些大 虽然有阳光公司赚钱 有各地的人来主动捐款 但终究还是有一些入不敷出 账目上的结余数字越来越小 听了胡姬花的话 吴凡想了会 说道 是吧 这样啊 如果钱不够用了 你就及时通知我 我在想办法赚钱补上 我们对身体不便者的照顾 不能缩水 一定要和以前的标准一样 我相信 当大部分的身体不便者都安顿好之后 开支反而会少一些 因为开始要治病 要添置器具 要请人照顾等 都是一笔大开支 嗯 那肯定的 现在也不是不够 而是略有一些担忧而已 你放心吧 胡姬花笑着说道 好 那就行 你忙吧 吴凡说完也就告辞离去 吴凡 你好 吴凡刚从慈善会出来 就看见门口值班的治安人员 领着一个女人过来的 那女孩子看见吴凡后 一脸欣喜地打着招呼 哦 是你 你怎么来了 吴凡有一些意外 来的是冷忧的表妹 前几天见过几面 但是也没有什么交情呀 她怎么找上门来了 显然也是看出来了她的疑惑 陈信儿赶紧说道 找你的一点事情 和我表姐冷忧有关 是吧 那我们到剧艺厅里聊吧 吴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 开启下一集 给大家接近三集